在真伪办公室工作的一天呢 通常都是从这个看板开始的 在一天的一开始 我们会习惯在这个看板前面开个会 Sync一下大家的进度 那利用便利贴的方式 来记录一下每一项要做的工作 以及他现在到底是在正在执行呢 还是已经执行完了 有没有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呢 都会在这个简短的Sync的会议当中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大家有可能就必须要离开办公室 有可能必须要出去开会 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站在这个看板前面 一起同步大家的工作进度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看板 变成一个云端的应用程式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WeCan这套OpenSource 那WeCan这套OpenSource 它其实长得就跟贴在墙壁上的便利贴一样 你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 那它比直接用墙壁上的便利贴 还来的方便的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点开任何一个要交办的项目 然后上面就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讨论 那如果说这项工作需要其他Member加入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把Member加进来 如果这项工作它需要被分类 就是它有可能说是比较偏技术类 比较偏网站类 或是它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的话 可以使用这种Label去标记它 一旦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一样可以用很像撕便利贴的方式 直接拖拉 拖到这个Finish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说这个工作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平常在交办工作 以及回报工作进度的方式 那大家都会习惯上这个看板 直接Sync大家互相之间工作的进度 那如果说我们有大档案要分享啊 或是像是有一些投影片 或是Word 附件太大寄不出去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使用所谓的Share Folder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用的是Devros这套Share Folder 一般人的话可能会用Dropos或是Google Drive 那我们自己架了一个Devros这套Share Folder 那它基本上跟Dropos的使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它除了有网页版之外 你也可以用Client 用Client安装Client的方式 安装Client完之后呢 它就会跟Dropos一样 及时的同步回Server上 这个资料夹的状态 那Devros它一样也是一款Open Source 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会议 需要做一些会议记录 或是会议后需要产出一些逐字稿的话 那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同仁 或是一些与会人员 在线上共同的编辑 那线上共同编辑同一个文件的 这应用程式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EtherPad 那EtherPad它也是一款Open Source 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从这里 Create一个NewPad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会议记录好了 如果说我们要做的是会议记录 那同仁就可以在上面打上会议记录 同时呢就把这个编辑的权限 透过分享连结的方式 分享给其他的同仁 那其他的同仁拿到这个连结之后呢 他只要打开Browser登入这个连结 他就直接拥有编辑的权限 他可以在这里打上他的名字 以识别说这一段文字是他修改过 或者是他新增上去的 比如说他可以在这边增加讨论事项 那线上共笔的好处就是 当我在这里增加讨论事项的同时 所有在这个线上共笔一起编辑的人 都可以看到现在被修改的情形 那刚刚所提到的三个软体 Devros, Etherpad跟WeCAM 就是目前我们最常用到的 三个open source的软体 那我们把它架在一个 也同样是open source的一个 云端应用程式平台 它叫SenseStone上面 这大概就是我们在正委办公室工作的一天 会用到的一些open source 以及一些使用经验